在广东一家医院的小儿科里,一个医生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拉开办公桌抽屉的方式,公然向患者家属索要红包,被逮个正着后,他还现场发起标来。 今年以来,广东省秋风办先后接到龙川县众多患者家属举报投诉,呈现人民医院儿科医生卢某在看病开处方时,都会故意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二是患者家属将红包放进其办公桌的抽屉里。 不少患者家属被迫照办。 为了证实患者家属投诉的真实性,广东省秋风办暗房组一行在龙川县人民医院蹲点,拍到了卢某两次收受红包的视频。 视频显示,卢某一边开处方,一边装作若无其事的拉开抽屉,一名患者家属把红包塞进了抽屉。 另一名患者家属同样在卢某的示意下,在他的抽屉里放了一个红包。 尽管有视频为证,卢某仍去不承认。 所以就把玩弄,你影响我工作,很大人投诉,你收拾我干嘛,你说我当了红包,你看到屁,你看到了,谁敢我当,你哪个人进去来,你哪个人来,你哪个人来,你哪个人来,你打开你那个就知道,我不用打开这个,我告诉你,打开。 纠缝办的人找来医院的一名副院长,当场检查了卢某的抽屉。 铁证面前,卢某又改口说,是带病人上交的住院费。 我们是当时不会给他的,是不是知道,是不是,给谁,不是,交了工作,现在交给什么,交给什么人,交给住院部,什么时候交? 目前,这位红包医生已被当地卫生部门责令停止审查。 在中国的古圣先贤中,孙思淼被称为药王,他是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他有一篇大医精诚的文章,被尊奉为做医生的准则。 一千三百多年过去了,今天阅读其中的段落,真的使人感慨万千。 五千多年来,历史学家公认,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医生确实在中国,这个说法绝对不过分。 人们只要读一读,大医精诚中哪怕几句话就会明白,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是怎样教人做医生的? 现在因为这种教育已经断掉了一百多年,所以难怪个别的人会叫喊要消灭中医, 这的确不能怪罪他们数典忘祖,背诗叛道,因为他们也很可怜,没有受过这种教育,对什么是中医,怎样做医生,一无所知。 如果您不是一名医生,我们也想请您来看一看,千古明天大医精诚中的几段话。 看看现在这些自诩为先进发达的现代医生,和一千三百多年前被认为是封建落后,愚昧无知的古代医生,哪一个更像医生? 大医经常讲,凡是好医生给人看病,必定要专心致志,心神安定,没有欲望,没有要求。 先要发出大慈大悲的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天下一切苦难人民,假如有病人来求救,不可以考虑贵贫富,年长年幼,相貌美丑,好恶亲疏,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聪明还是愚笨,都要一视同仁, 都当作自己最近的亲人,也不能瞻前顾后,担心自己的疾凶和得失,爱惜自己的生命。 看到病人苦恼,如同自己也有和他同样的苦恼,从内心深处同情他,不能够躲避艰难险阻,不要管白天黑夜,严寒酷暑,饥渴疲疲劳,只管一心一意去解救病苦, 根本没有炫耀医术或虚张声势卖弄的想法,果真如此,才是天下苍生的良医,反过来就是天下病人的大盗贼。 凡事有患疮疑,下痢之类的病症,又脏又臭,不堪入目,一般人都不愿意靠近, 而医生却必须要存着难过、同情、忧虑的用心,不得有一念嫌弃的不愉快之心,这才是医生的本分。 作为一个好医生,应随时反观身心,自我反省,看上去既庄重严肃又宽宏大量,既不傲慢又不谄媚讨好, 给人看病诚心诚意,仔细审查,先毫不漏。 给药用真,绝不能有半点差错,虽说救病要快,但不能慌张,应慎思想查,不能在生死攸关时, 轻率卖弄自己的高明快速,想获得名望,这是最不人道的。 还有,到了病人家里,即使到处都是富贵荣华,也不能东张西望, 听到美妙的丝竹音乐,也充耳不闻,不能为之所动,好像挺愉快的样子, 珍羞美味,不断的送上来,吃在嘴里就像没有味道,食之无味。 各种美酒都摆出来了,也视而不见。 医生之所以要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只要有一个人面对着墙角哭泣, 整个房中的人都不会高兴,更何况病人的痛苦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但是医生却若无其事地寻欢作乐,态度傲慢,自以为了不起, 像这样的医生,不要说人,连鬼都看不起他,都觉得羞耻, 所以医生不会去做,因为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还有,给富贵人看病,就开一些珍贵的药物, 使病人家找不到,来炫耀自己的本领, 这些都是很不厚道,很缺德的。 做医生的准则是谨言慎行,不可以多说话, 爱调笑,戏虐喧哗,传说是非,品头论足,炫耀声望, 毁谤其他医生,夸耀自己的德行, 偶尔治好了一个病人,就摇头晃脑,自我赞许, 认为天下无双,这些都是医生们致命的毛病。 所以医生不能依仗自己的专长, 一心去谋求财物,只能存着救苦救难的心, 绝不张扬,默默而谦卑的救人。 和别人相比,医生无非是多积了些因德而已, 绝不敢妄想靠医术得到富贵,靠解救病人而发财。 怎样才是一个医生骑马的样子,骑马的本分? 这篇名传千古的圣贤教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做医生也好,做老师也好,做官员也好,做商人也好。 五千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古圣先贤, 把这些人骑马的样子,骑马的本分, 早已说得清清楚楚,写得明明白白。 这些伟大的圣贤教语,世世代代传承下来, 即使改朝换代,也从没有中断过。 由此可知,圣贤教语才是最最重要的。 好人必须要靠圣贤教语才能教得出来。 而没有好人,再发达的技术,再灵验的药品, 也不能解救病苦。 因为那些医生的心思,根本不在病人身上, 只想着赚钱发财。 反过来,有了好人,即使条件简陋,缺医少药, 只要医生有良心,几副汤药,照样可以救人命, 甚至可以不要钱给人看病。 这在五千年的中医史上,举不胜举。 我们中国人,在古圣先贤的教育下, 世世代代有这样一副好心肠,好品德,传承不断。 所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数量最多的医学家, 全都出现在我们中华民族。 这对人类医学史和人类社会的贡献, 是绝无仅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手放下来。 真的是,每一次我在每一个城市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看到现场的观众纷纷举手, 我的内心真的是很复杂, 既很惭愧,我也很心痛。 但同时呢,也坚定了我在这个讲台上讲下去的决心。 只要现场还有一个观众在举手, 我就要在这个讲台上永远地讲下去。 谢谢大家。 我呢,来自于辽宁, 我的职业呢,就是一名医生。 一名工作了18年的内科医生。 在这里呢,我要有一些时间反省我自己。 因为多年前呢,我就收过红包。 而且呢,我还拿了一些药品的提成钱,回扣钱。 说心里话,当时数钱的感觉真的挺好。 但是呢,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 它却为我以后带来了一想不到的灾祸, 让我的人生呢,变得痛苦万分。 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事情是在一个午后。 当时呢,只有我一个人在诊室里头。 这时候呢,进来了一个全国比较有名的一个药厂的女的医药代表。 当时她进来之后呢,就扔给了我一个信封, 里面就装着钱。 她跟我说什么? 她说,张医生啊,麻烦你多开开我们药厂的药。 我们药厂有什么什么药在你们医院, 你一定要多为我们开出去一些。 我不会让你白辛苦。 我们之间可以说是互惠互利的事。 当我听完她说这些话之后呢, 我看到这个信封,我就想, 你就想拿这么点钱来打发我。 再说了,我要是为了这么点钱, 我要是出了点什么事情,我也犯不上。 你这么做就是坑我害我一样。 第一次,我真的没有收。 但是当这个人走了之后,我的心动了。 我想,我为什么不收啊? 不收白不收,白收谁不收? 收了也白收。 当我有这一念转的之后呢, 我就收了第一次,第二次。 刚开始呢,自己还有点羞愧心,畏惧心,羞耻心。 还知道朵朵长长,惶惶不安的, 偷偷摸摸的。 但后来,就变得, 理所,喜安理得了。 觉得这是很正常,这是我应该得的。 但是我不知道啊, 就在我伸手拿这些凶财, 这些不义之财的那一刻起, 也就为我以后,种下了恶的种植。 我也就从一个白衣天使, 变成了一个贪心的魔鬼。 在这之后呢,当我再看到病人, 病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对病人的病情就变得不再那么热心了。 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说有点冷漠,麻木。 我第一眼看病人,首先打量这个病人, 看他的言谈举止,一招打扮。 从而呢,知道你是骑自然车来的, 坐公交车来的, 你还是开私家车来的, 我从而就能判断出你这个病人的身份是什么。 你是农民,种地的农民,工人, 还是私企老板,还是国家干部。 从而呢,我就能判断出我在你这个人身上, 我能有多少的油水可捞。 我也在你这个病人身上有多少回扣钱可挣。 我当时啊,想的不是怎么给病人确定最好的治疗方案。 我想的是怎么能在你这个病人身上多挣点钱。 而且呢,自己啊,当时不像是一个医生了。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像面的算命先生。 我呢,为了让病人接受啊, 我这个有提成这个药, 我还假惺惺地告诉病人。 我说,你去把这个药取来, 取来之后你找到我, 我告诉你怎么用, 我给你写在药盒上, 免得你用错了。 我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做到心中有数。 看这个病人, 取没取, 我给他推荐的这个有提成这个药。 这个药品提成前, 到底济没进我的药包。 别的医生这么做呀, 为病人这么服务, 是仁爱之心。 我这么做, 完全是我, 为了我自己, 一己失利, 为利是土。 可以说当年, 自己的营商价值观完全颠覆。 做人的尊严, 价值, 更不要提一个做医生的良知道德, 完全泯灭。 在利益面前, 丧失了自己做人的道德底线。 我当年的道德水准, 降低到了, 仅仅等同于一盒药的提长前。 我现在想起来, 我都觉得自己当年是那么可笑, 可恶, 可耻, 也很可怜。 今天呢, 我带来的一份文质资料。 这是一份医师宣言。 我们每个从业医师, 在就业医师岗位的时候呢, 都要宣读这份宣言。 在这里呢, 请允许我, 为大家宣读一下。 医师宣言, 自被批准从事医药工作之日起, 就要为人道主义, 贡献一生。 对恩师, 要表示尊敬和感谢。 要以良心和尊严, 来从事医学实践。 要把患者的健康和生命, 作为首要关心的事。 维护医务职业的荣誉和崇高传统。 对人类从胎儿开始起, 就给予至高无上的尊重。 无论在任何压力下, 也不能滥用自己的知识, 而违背人道。 以前呢, 我们也宣读过这样的宣言。 但是我认为呢, 那只是走行, 是喊口号, 是空洞的, 跟我个人没有什么实在的联系。 我从没有印针地想过, 这份医师宣言, 它所富含的真正的内涵是什么。 当我走上传统文化论坛之后呢, 当我每一次在讲台上, 宣读这份宣言的时候, 我才明白, 为什么人们把白衣天使, 这个人世间最圣洁, 最美丽的称呼过来, 给了我们医务工作者。 就是因为我们所从事的这份工作, 是人类最伟大, 最神圣, 最圣洁, 最不可侵犯, 最不可玷污的一个事业。 而我呢, 按照医师宣言所讲的这几条, 我一条都没有做好。 真的坐在这里, 我真的是德不配位, 真的是很惭愧。 玷污了这个称呼, 我愧对这个称呼。 我们古代的很多医学大师都强调医德照, 就告诉我们, 医德是医学之本, 一个医生。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医德做根本, 即使你有再好的医疗技术, 再高明的医术, 你绝不成为一个好医生。 因为德者本也, 才者莫也, 德是一个人, 无论你各行各业, 是你从事任何职业的一个根, 一个基础。 那么我呢, 下面还要讲到一件事情, 可以说每次我在台上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的内心都是很不平静的, 因为我要为这件事情背负一辈子的良心在, 我今生今世, 我都没有机会去偿还。 我呢, 当年收过这样一个红包, 这是一个按了心脏起步器的一个病人, 病情很重, 心衰程度很重, 可能有一点因素呢, 就可能加重他的病情, 夺取他的生命。 因为我主管这个病人呢, 我对他的别的情况也了解了一些, 他的家庭呢, 因为他得的这个病啊, 医药费花费很昂贵, 他的妻子呢, 不堪也受这种家庭的重负, 弃家而走, 留下了一个可以说是残破不全的家庭。 上面呢, 有一个年迈的老母亲, 下面还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孩子, 全家人的生活呢, 全靠他一个人微薄的工资收入来维持。 有一天呢, 在我职业班的时候呢, 他的病情突然就加重了, 当时情况真的很危急, 就在生死一线之间, 我跟护士呢, 经过全力的抢救, 经过一夜的努力吧, 将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在这之后的两天之后呢, 也是在没有人的时候, 他找到了我, 他就扔给了我一个红包。 他说, 张医生, 我的命可以说就交在你的手心里。 你一定要多沸沸心, 让我多活几天, 我要多活一天呢, 我们单位呀, 还可以多给我开一天的工资, 我还可以多雅活这个家。 你一定要沸沸心。 当时呢, 自己, 没动一点涉眼之心, 没动一点怜悯之心, 财迷心窍。 就这样一个红包的钱, 我也收了下来。 这个病人呢, 最后还是因为病情比较重, 离开了也是。 我在学了传统文化之后, 我多少次, 我扪心自问。 如果当年这个病人, 是你的兄弟姐妹, 是你的亲哥哥, 这个钱你能拿吗? 这个红包你能收吗? 弟子规里讲, 世忠父如世父, 世忠兄如世兄, 凡世人皆虚爱。 那么, 将心比心, 你怎么就能拿这样的钱, 这样昧良心的钱? 说到这里呢, 自己真的是, 当年啊, 自己的银杏真的是完全扭曲。 就被物质啊, 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自己银杏本善的光芒啊, 就被那个厨房的油熏的灯泡一样, 遮住了。 银杏本善的光发不出来了。 我曾经, 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 有一次我曾经问过一个, 他也, 一个朋友, 他也曾经给医生送我红包。 我说, 你是心甘情愿的, 拿这个钱送这个红包的吗? 他说, 张医生啊, 哪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的, 我们是不甘心, 不情愿, 我们还带着恨呢。 那我说, 那你为什么要拿这个钱呢? 我拿这个钱是想买你们做医生的良心啊, 我这个命我跟你们赌不起啊, 我就这一条命, 我求健康求命啊, 我就花钱买平安吧。 他说, 我拿钱是买你们良心啊。 他这说完之后, 我就, 立刻我就反, 感觉到什么呢? 那么我们收了这个红包钱, 就是出卖我们的良心, 那我们的良心就成了我们, 收取金钱的买卖。 我想到这点, 我觉得自己真的当年真的是很, 很悲哀, 真令人很, 很惭愧。 都到了这种地步, 真没有了人性。 有一个传统文化老师说, 你们有些现在做医生的, 真是胆大妄为, 丧心病狂。 你们聪明人怎么敢在人家, 正做这糊涂事情。 人家到医院看病的钱, 你们都知道那是什么钱吗? 是人家的血汗钱, 辛苦钱。 有的甚至是卖房子卖地, 卖血的钱。 你们敢在人家求健康, 救命的钱上做文章, 动手脚。 你们真是要钱不要命。 你们的命能好吗? 你们能有好下场好结果吗? 真的就像这个老师讲的这样, 我当年种下的这些恶的种子, 纷纷结束了恶果。 一个一个找到了我, 我受了这些凶材之后, 都遭到了什么样的灾祸呀? 我现在跟大家讲。 首先我第一个遇到的灾祸, 就在我身上发生被人抢劫。 因为那天呢, 我要出门办一些事情, 装了一兜子的现金, 需要大量的现金。 我刚下楼, 走下楼不到两三分钟的时间, 就被人从背后一把, 就把我的包给抢走了。 眼看着一包的钱, 就这样没有了。 我这是叫天天不赢, 叫地地不灵, 没有一个人。 当时我就剁脚, 肠子都, 都会心了, 都没有办法。 我就觉得, 当时还不明白, 觉得自己这么倒霉呢? 我怎么这不走运呢? 这事情让我碰了吗? 那么多人他不抢, 偏偏抢我呢? 难道他知道我兜里有钱吗? 当时自己还, 很为自己明不平呢。 在这之后呢, 不久, 人家是不在街上抢我了, 开始上我家里来抢钱来了。 我家里随后又发生了入室盗窃。 解释家里那个时候, 也要做一些事情, 也备了一些不少的现金。 这些现金呢, 也被妾贼全都拿走了。 而且呢, 把家里所有的贵重物品, 给我洗劫一空, 什么都没给我留下。 这个案件最后告破了, 我当时还抱着一些希望, 在返家大会上, 我还行事, 也可能返回来一些东西, 多少还能减轻一些损失, 我心里还能平衡一些。 但是呢, 我们家连一根针, 一根线, 一分钱都没有返回来。 我当时, 后来我就找到办人员, 我说, 你们是不是工作不得力? 你们没有调查清楚啊? 为什么别人都返回来? 我们家怎么什么都没有我们家的? 他说, 我们调查得很清楚, 确实没有你们家的。 我当时还望外求啊, 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我学了传统文化, 我明白了。 那原本就不是我的东西, 它怎么可能再回到我的手里? 如果它再回到我的手里, 那还有天理了吗? 通过我前面的讲述呢, 大家对我这个人呢, 多少也有一些判断。 我这个人是一个贪欲十足的人, 对金钱的追求特别贪婪。 我呢, 因为我不懂啊, 女子应该是柔顺, 应该是相互教职的, 我不懂。 我就觉得我, 我行, 我不比男人差。 其实我的丈夫已经当时为我, 创造了很好的生活, 很舒适的生活条件, 我不满足。 我觉得我, 我不追求我做女人的本分。 我觉得我也行, 我也能挣钱, 你行我也行。 我就看到身边的很多朋友啊, 都投资挣钱, 我觉得我也行, 我就开始也拿钱去投资。 结果我投一次, 我投什么赔什么? 陪的可以说是真的是血本无鬼, 吸了花了。 我有什么德性能得到那个福报啊? 而且这些事情我被人抢, 被人骗, 被人盗, 之后呢, 我的心理笼罩了很多的很大的心理阴影。 经常一些恐惧感在我心头, 就经常启息在我心头啊。 我白天看到谁, 我觉得都像抢劫犯。 我看到谁啊, 晚上家里的总觉得像进来还有窃贼, 要偷我们家的东西。 而且看到人跟我一提钱, 我就觉得他要骗我的钱。 就这样, 你说我拿的这些钱, 我过了一天消停的日子吗? 我感觉, 牛耻我有什么感受呢? 凡是你不择手段, 你谋取的凶财, 你绝对不能心安理得的去享用。 而血呢, 会被别人所占有, 被别人所骗走。 我最终嘴唠的一个什么呢? 过着提心吊胆, 胆战心惊的日子。 没有一天好日子。 那么在这凶材还给我带来第二个就是什么? 疾病。 我今年呢, 已经快四十三周岁了。 但是我的身体情况, 绝不是一个, 不如一个五十二岁人的身体, 甚至也不如一个六十二岁人的身体。 我在这个团队里啊, 经常属于那种老弱病残的, 需要这些义工老师帮我照顾, 帮我提行李。 我的体质很差, 上两楼, 二层楼, 三层楼我就已经喘得不行了。 而且在这, 因为我经常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 自私自利啊, 患得患失。 担心这儿, 担心那儿, 疑神疑鬼, 神经兮兮兮的, 我呢, 最后我得了比较严重的焦虑症。 长期的失眠。 一夜一夜的不睡, 经常是一坐就是睁眼, 一夜到天亮, 不合眼。 脑袋就跟疼得炸裂了一样。 那种痛苦, 根本不是我坐在台上, 只言片语, 一句话, 两句话, 就能描述得清楚。 没有亲身经历的人, 他不知道那种痛苦, 真的是太难以承受。 我后来我实在我忍受不了这种痛苦, 我就开始大把大把的吃安眠药。 10片, 20片, 30片, 40片这么吃。 这也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有的时候甚至还是睡不了, 后来我也顾不了多少, 就大把大把的吃。 有三次, 至少三次, 我被亲人发现送进医院, 洗胃, 因为已经昏迷了嘛, 昏睡了嘛, 就被送进医院洗胃抢救。 太痛苦了。 第三个呢, 我不但, 当年收了人家治疗心脏病的钱呢, 我不但良心坏了, 我的心脏功能也坏了, 我也得了心脏病。 我在三十六七岁的时候呢, 就经常在夜里, 就经常给我躺醒啊, 大把, 就是经常一躺醒之后, 就是那, 黄豆粒大的汗处就往下躺。 我就觉得, 哎呀,不对劲, 我的心脏要出问题, 因为我职业的敏感, 我是搞内科的嘛, 我就觉得我的心脏要出问题, 最后经过检查一验证, 真就是这样, 我的心脏缺血程度很严重, 而且心理失常也很严重。 因为我知道这个病的, 它的往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它最终的结果是这样, 它的凶险性我都一清二楚。 所以呢, 我知道我最终可能有一天, 就在睡梦当中, 就可能离开夜市, 或者突然间就可能倒下, 就离开这个夜市。 因为我在医院里啊, 我见到太多的年轻人, 就是因为, 突然间心脏病发作, 就离开夜市。 都没有给亲人留一句话, 什么都没有给时间留, 就离开夜市。 我想我的悲剧呢, 不想这种悲剧在我身上发生。 我不想我死的时候, 我离开这个夜市的时候, 我不给我的亲人留一句话, 我就偷偷的呢, 背着我的家人呢, 我也写下了遗书。 当我拿起笔开始写的时候呢, 这是活着的人交代死后的事情, 真的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我这个时候, 我下不去了笔。 我这个时候, 我想起了我年迈的父母, 我还没有尽孝。 我这个时候, 我想起了我年幼的孩子, 还没有人照顾我。 但是那个时候呢, 生死呢, 已经由不得我, 由不得我来选择, 我来决定。 那段日子, 可以说我活也活不起, 我死也死不起, 过得人不人, 鬼不鬼, 生不如死的日子。 但是今天呢, 我还能坐在这里, 还能跟在座的各位朋友, 能够跟在家这里做汇报, 做反省。 我想老天呢, 也是网开一面。 直到我有一天, 会坐在这个论坛上, 现身说法。 会警告天下, 所有的医生呢, 不再走我的老路, 不再重复我的错误。 这才留我一命到今天。 但是我想不是所有的人呢, 都能有我这种结果。 第三种凶材带来的就是夭折。 在我的身上虽然没有发生, 但是在我的身边, 却发生了两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的两个好朋友。 我在这里讲他们的事情, 不是在这里使笑他们。 我是替他们也在这里做一个忏悔, 也警醒世人。 首先是一个男性的朋友, 他是负责医疗设备勾进的。 他呢, 也没有, 也是从中获取了很多不义之才, 揣进了自己的腰包。 最终呢, 他在他40岁出头的时候, 就被查处换了, 淋巴癌。 早已经离开了也是。 还有一个女性的朋友, 她是负责, 她跟我特别好的一个亲密的朋友。 她是负责, 实在增计款的, 负责这项款项的支出的。 她也是把这些钱没有正当的, 用于公益事业扶贫救灾, 而是把这些钱呢, 用于满足自己的生活享受。 用于出入高档场所, 买高级服装, 硬硬的挥霍。 最终呢, 她在去年也被查处, 患了一腺癌。 不久前呢, 已经离开了人世。 我想我的这个两个朋友, 当初伸手, 拿这些凶材的那一刻起, 她绝对没有想到, 她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她这一身手, 身手那一刻, 她把自己送上了黄泉路, 送上了不归路, 送上了一条绝路。 落实弟子鬼, 所好懂得认。 您正在收看的是, 大型公益纪录片, 中华传统文化论坛特别节目,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中国有句老话叫, 天作孽有可为, 人作孽不可活。 所以呢, 我在这里也奉劝, 现场的观众,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 凡是你获取的这些, 不义制裁的那些朋友, 一定赶快停手吧。 你不要抱到侥幸心里, 因为你侥幸过后, 必然是不幸。 我在今年七月份, 在赞江的时候呢, 做论坛, 碰到了一个医生, 他在跟我交流, 听了我的汇报之后呢, 他跟我提了几个问题。 他说, 第一个问题, 张医生我想问你, 善恶不见的都有, 报应吧? 你看我身边, 你说的那两个朋友的事情, 只是个例而已, 不足以为证, 不足以为信。 那我身边很多朋友, 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他们也没看到有什么灾祸, 找到他们, 他们现在活得也很风光, 很潇洒呀。 我说你不要羡慕他们, 我说我们看问题要看深层次的, 但是他们那只是暂时的, 那是因为他做的饿还不够, 他再多做一点, 他的灾祸就来了。 因为这是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 终有一天, 会从量变到自变。 所谓恶不及, 不足以灭身, 你做了违反道义的事情, 你绝对逃脱不了, 自然法则对你的惩罚, 所谓天网会会, 素而不落, 没有一个例外, 没有一个差, 没有一丝的差错。 他说, 对呀, 他说既然是千古不变流传下来的, 那么既然是万古不愿的真理, 那么就一定有他流传下来的道理, 也有他存在的理由。 我说, 对, 你不相信, 不代表他不存在。 他说, 那我还想问一下, 那我要是, 既然这么说, 那我要是拿这样的钱, 这样的凶财去买房子, 那就是凶宅啊。 那要买车, 那就是凶车, 那要买衣服穿, 那也是什么衣服啊? 那我也不敢穿啊。 我说, 对呀。 他说,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问一个现实点的问题。 那你说, 当这些金钱啊, 诱惑摆在我面前的时候, 那谁嫌钱多, 谁嫌钱咬手啊? 那我怎么有能力来阻挡, 来拒绝这些金钱的诱惑呢? 我说呀, 这也是你要理智, 也要看深层次的东西。 我说你要记得我跟你说的下面这句话。 凡是凶财上面, 都比正常的钱上面多了四个字。 他多了哪四个字啊? 我说前面两个字写着灾祸, 后面两个字就写着是要命啊。 你数了一张, 带有灾祸, 带有要命的钱, 装进了你的腰包。 那么就有一张这样的恶的种子, 进了你的腰包。 你数一张, 就有一张灾祸, 一张要命的钱, 进了你的腰包。 你数多少, 就有多少这样饿的种子, 进了你的腰包。 而且这种属性的钱, 会如影随形, 跟随你一生, 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你的身边。 不一定哪一天, 他就会为你带来灾祸, 甚至是灭顶之灾。 他听我讲完这些之后呢, 他明白了, 他害怕了, 他听懂了。 他说真的, 不学传统文化之后, 不学传统文化的人, 真的是为所欲为。 真的是无所约束, 没有约束, 什么事都敢干。 真的, 不学传统文化, 真的就是灾难的一生。 他现在, 到现在已经能有五个多月的时间, 他现在, 我想呢,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了。 我在, 我在前两场, 在湖南, 上个月在湖南做论坛, 在长沙的时候, 有一个长沙湘亚医学院的一个大三的女学生呢, 他也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 张医生, 我也想问一个现实点的问题, 现在人都现实嘛, 他都要问些现实的问题。 那么, 张医生, 我们做医生呢, 如果不靠这些灰色的收入, 不靠这些红包, 不靠这些回扣钱, 我们怎么生活啊? 我说, 好, 你问的好。 我说, 那么, 在我回答你问题之前, 我想问一个,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问问你, 从古至今, 我们那些老前辈, 那些医务工作者, 也没收过红包, 也没拿过回扣钱, 有哪一个有德行的医生, 饿死了吗? 穷死了吗? 他说, 四妹听说过哪个医生穷死饿死。 我说, 那就对了, 凡是有德行的人, 他都不会有悲惨的结局。 他都会有一个好的人生。 我说, 这不是我讲的, 是传统文化里早就告诉我们了。 传统文化里怎么说的呢? 所谓善人, 言皆敬之, 天道诱之, 福禄谁之, 灾祸远之, 所作必成。 他说, 对呀, 确实是这样。 我说, 再有第二点, 我还想告诉你什么呢? 那么, 反过来呢, 如果你是以患者为本, 是你不以人为本, 你是以你金钱放在第一位, 你是为了钱, 为了贪欲, 为了满弄你金钱的欲望, 以这个为出发点。 那么你, 就是凶财, 那你拿到手之后, 它又会为你带来什么呢? 传统文化又告诉我们了。 凡取不义之财者, 譬如, 肉腐救鸡, 蒸酒止渴, 非不占宝, 使义即自。 他说什么意思啊? 我说就, 凡是你取不义之财的, 就相当于什么呢? 你拿有毒的肉来冲击, 来用有毒的酒来止渴, 不但不冲击, 不管饱, 不止渴, 而且死亡会, 灾祸会跟着你, 会到来。 我说我还要告诉你, 传统话又告诉我们了, 最为悲惨的是什么结局呢? 死有余则, 乃殃及子孙。 那么, 别到大祸临头的时候, 我们毁之万已, 何必呢? 莫道善恶无人见, 远在子孙, 尽在身啊。 你还会殃及你的子孙, 你会被后代呀, 骂呀, 你会成为你家族的罪人。 我说再有一点, 我还要告诉你, 我们5G上医师宣言里讲的, 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出卖自己的良心, 出卖自己的尊严, 出卖自己做人的价值, 不能拿良心来买卖, 来获取这些不义制裁, 这样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好医生。 他说张医生, 听了你的讲, 我真的是, 我很庆幸, 在这个时候, 在我没有走出校园, 没有走上工作岗位之前, 我还能得到你这样的, 听到这样的汇报, 能听到祖圣先贤的这些教诲, 我真的是很庆幸, 要不我也可能是一个缺德的一生, 一个灾难的人生。 前面这个小女大学生呢, 我真的是很幸运。 如果我现在就想了, 如果我当年呢, 我及早的学了传统文化, 那么我的灾难可能就没有这些人生的灾难, 那么我的灾难还没有结束, 因为我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我在我的家庭呢, 损害了人的那么多病人的利益和健康, 让人的家庭不能够团圆幸福, 我的家庭能好吗? 我可以说是结婚十八年, 战争了十八年了, 我很强势, 我是个强势的女人, 我总想当天, 我不懂大自然的规律, 男人是天, 女人是地, 我总想当我家的天, 把丈夫踩在脚底下, 让他当地, 那么我们家最后是怎样啊? 天翻地覆, 小草天天有, 大草三六九啊, 真的是一个强势的女子, 最终我的结局真的是很悲惨, 甚至到了差的就差一点, 不学传统文化, 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离异的单身, 离异的女性, 那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混争当中, 会是什么样子啊? 小的时候还比较听话, 后来呢, 就开始跟我顶撞, 经常呢, 就把门一关呢, 就不听我, 甚至把我推倒在地板上, 不管我的死活, 说你现在知道你痛苦了, 你现在知道, 那你当初你跟父亲, 跟我爸爸吵架的时候, 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 你今天痛苦, 你活该, 你自作自受, 你自己酿的酒, 你苦酒, 你自己喝。 当我听到我儿子说了这么绝情的话之后呢, 我万念俱灰, 我人生我的痛苦, 我身体已经垮掉了, 已经很痛苦了, 被折磨的, 我的婚姻已经这么不幸, 我的孩子又这么不孝顺我, 又这么不乖巧, 我当时我可以说到人生的最低谷, 我万念俱灰, 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是来受苦的, 我的命是这么苦, 别人都说你知足吧, 你多幸福啊, 你太不知足了, 我就说我幸福在哪里, 幸福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 幸福的感觉又什么样子, 我从来我没有享受过, 我没有体会过, 就在我人生最低迷的时候, 最无助的, 最失望的时候, 我又很有幸, 我闻到了圣贤的教诲, 我看到了弟子柜的光盘, 我参加了传统文化, 高碑店, 河北高碑店的那场公益论坛, 我这一学, 这一看, 这一听, 我明白了, 行有不得返求诸己, 或服无门, 为人自招, 我所有的人生不幸, 全是我一个人一手造成的, 我没有做好我做人的女人的道, 没有敦伦尽奋, 我不懂做女子应该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的德性, 我不懂, 当我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呢, 我把我高昂了42年, 这个高昂的头终于低了下来, 我找到我的丈夫, 我给她鞠躬, 给她洗脚, 我请求她原谅我, 这十八年来, 我对她的折磨和伤害, 我的丈夫真的是很宽容我, 她说我们改了就好, 我们还有很好幸福的未来, 在这之后呢, 我在丈夫的陪同下呢, 又来到了双方父母的面前, 我给她们双方老人跪了下来, 我给她们磕头, 我请求她们也能够原谅我, 这十八年来, 让她们胆战心境, 而且我向双方的老人保证, 我一定要做个好女儿, 做个好儿媳, 做个好妻子, 做个好妈妈, 经营好我的家庭, 让我们的双方老人呢, 不再为我们忧虑, 在这之后呢, 我们的孩子很快转变很快, 现在已经做了传统化的义工, 而且呢, 也要今生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 我们的家庭很快, 恢复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幸福的家庭原来是这个样子, 真的我很感恩传统文化, 但是呢, 我在家庭转变之后呢, 我又想到了, 我还有一个社会的角色, 我还是一个医生, 我当年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 我和伤害过很多的病人, 所以呢, 我真的是很对不起, 首先我对不起我们国家, 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 我也对不起我们的父, 我的父母为我选择的这个医生这个职业, 我也对不起我们医院的领导, 当年对我的信任, 我也对不起那些品德很优良的医生啊, 给他们的脸上也抹了黑, 我也对不起我白衣天使这个称呼, 我最对不起的, 还是当年被我伤害过的病人, 还有他们的家属, 我想呢, 让福州市几千名在场的观众, 为我做一个见证, 我在这里, 我用我最真, 最诚的心, 跟他们说一声, 对不起, 我错了, 人非圣贤, 说而不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言, 当我在医院呢, 再看到病人的时候, 我就把他们的一张张脸, 都当成我的父母亲人, 我的兄弟姐妹, 我时刻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问题, 能用几元钱治好他们病的药, 我绝不用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药, 对那些看不起病的人, 或者没有代购医疗费的人, 我会从我自己的腰包里, 掏出钱来, 为他们垫肃, 让他们得到及时的治疗, 得到及时恢复身体的健康, 在其中, 在传统文化这些论坛走出来之后呢, 我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 什么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是做人的价值, 做人的尊严, 我这个时候, 我找了回来, 我每天我懂信阿里德, 我很踏实, 我很喜悦, 这种喜悦是内心, 发自内心的, 由内而外的, 绝不是你给我一个红包钱, 你给我多少回扣钱能买得到的, 它是无价的, 所以我今天我才能有勇气, 勇敢地坐在这里, 跟现场观众做这个汇报, 那么我前面讲到那个, 收了一家红包那个心脏病人, 这个病人呢, 已经去世了, 已经不在一世了, 我今生呢, 已经没有机会, 当面跟他说一声抱歉, 跟请求他的原谅, 但是呢, 我想呢, 能不能当到他们的家属, 找到他们的家属, 面对面的, 请求他们的原谅, 这样呢, 我的内心能安逸一些, 也有善怨天必幼之, 我在做到第三场论坛的时候, 在台上就许下了这个愿, 经过朋友的帮忙呢, 经过十多天的努力, 在茫茫人海之中呢, 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家属, 我在四月七日那天呢, 我亲自登门道歉, 请求他们原谅我当年的那个不道德的行为, 并且呢, 我把相当于当年十倍的那个红包的钱呢, 我还给了人家。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呢, 简短的谈一下自己学了传统文化之后的三点体会, 第一点呢, 君子爱财, 要取之有道, 不是你钱多你就快乐, 你要问心无愧心最安, 病人的钱, 你不能拿一分一毫一厘, 我在台上算了一下, 如果我们一个医生啊, 一天如果能看五十个病人, 那么我们一个月下来就是上千个病人, 那么一年下来就是上万个病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千夫说止无疾而终, 如果你得罪的上千的人, 那么就是你不得病骂也把你骂死了, 那么你得罪的是上万的人, 那就是万夫说子, 那么结果会是怎样, 我想呢, 每个人呢都比我聪明, 大家何去何从呢, 心里只有一个了断, 第二点呢, 不仅是做医生的, 做老师的, 做警察的, 各行各业, 位高权重的人, 只要你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公职人员, 你都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和职务之便, 收取这些不义之财, 收取这些红包, 如果你收了, 那么你的罪就是成倍的, 你的灾祸就会接纵而至, 所谓多行不义, 必至弊啊, 我们要记得胡主席讲的那句话, 常修为政之德, 常识贪欲之害, 常怀律己之心, 第三点呢, 我们生在这个天地之间, 那就不要做违反天地良心的事情, 这样也不愧对于天和不愧对于地, 那么我们呢, 也不要愧对我们的父母, 把我们带在这个世界上走一回, 做一回人,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做一个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 堂堂正正的一个人, 一个中国人, 一个人的样子, 这样我们才能不留遗憾, 不做罪人, 最后呢, 我愿天下所有的医生都是好医生, 所有的人都能够健康, 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幸福, 愿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呢, 能够代代相传, 谢谢大家。 我对病人的心态改变之后呢, 很多病人天天就感谢我, 到院里去反应我, 给我写表扬信, 所以院领导也给了我很大的肯定, 我的身体呢, 恢复得很快, 现在呢, 已经不用吃一片安眠药, 也不用吃一粒心脏药, 身体恢复情况很好。 你们现在不是以患者, 以病人为本, 而是以你自己的金钱利益, 放在第一位了。 这个欲望, 这个摊子, 这个欲望的大门一旦打开, 它就是个深渊, 就是个无底洞, 你就为了填这个洞, 你就会无休止的, 不择手段的, 去争取这些凶材, 来填补这个洞, 来满足你的欲望。 但是你永无满足, 永无止境, 这是一个深渊。 慢慢的呢, 你就会觉得, 你的是非就颠倒了, 你就觉得, 以恶为能, 以丑为美, 黑白不分了, 原因就在这里头, 根源还在一个摊子。 当我意识到自己错了的时候呢, 我也是一个勇于改过的人, 我找到了我的丈夫, 我终于, 把我高昂了四十多年的这个头, 我低了下来, 我给他鞠躬, 我去给他洗脚, 我求他原谅我十八年来, 对他身心的折磨和摧残。 现在后来呢, 我每天早上, 我就站在家里的门口, 他出门呢, 我就给他鞠躬送他出去, 晚上呢, 我在门口等他鞠躬迎他回来, 每一次呢, 我在全国各地做论坛, 丈夫给我打来关心我的电话呢, 我看到丈夫的电话号码, 我心里都由言而生一种感恩的心, 我感恩你我的丈夫, 我恭敬你我的天。 我能改, 归于无, 唐眼是, 宗义姑。 学好弟子贵, 做好中国人。 各位观众, 他们是从江苏, 徐州, 赶到河南来听论坛的。 今天呢, 我们来问一下, 是从哪, 老家在哪里, 是哪个民族? 贵州省尊义市道征, 葛老族苗族自治县。 你们作为少数民族啊, 来听这个论坛是头一次, 是的。 有什么感受? 感受破身。 那给大家交流一下你们。 来, 交给我的妹妹。 以前呢, 我们是生在小山村, 走的是阳长小道, 走进这个大城市, 大都市, 看的是高楼灯红酒里的这个都市。 从这个文化市场来说, 我们把妈交给我们的自由住人, 没有文化。 所以, 在这个住人和这个文化之间, 我们有了很大的差异。 因为文化是说不上老师教的, 做人呢是父母教的。 但是我们把传统的东西, 落掉了。 这个这两天听了这些汇报啊, 哎, 你们也在流眼泪, 也在受感动。 是。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对你们现在的生活, 也有意义, 也有价值。 非常大的价值, 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生活在这个大家庭当中, 深处无处不在这样的真实故事。 啊, 我们来问一下啊, 你们回去之后啊, 有什么样的这个打算? 或者有什么样的改变? 嗯, 就我们, 就是啊, 我没有能力, 可能, 但是我会喊喊, 呼吁大家来, 学习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嗯, 是。 我们再问问这个姐姐有什么感受啊? 我们的感受, 不仅仅代表我一个人。 我们许州来了三十二位, 啊。 学习传统文化。 都是从江苏许州赶来的? 是的。 我们有一位校长, 是来自我们江苏许州的一位老年人。 他是, 我听说, 也是一位爱心的校长。 我们, 我们问一下啊, 如果这样的传统文化在你们苗族自治州里边。 这样说吧, 这个文化, 不是苗族, 不是汉族, 属于世界。 为什么这么说? 我用十个字来概括。 包罗万象, 博大精神, 最终是我们的人加上两个字。 所有的人, 幸福。 幸福。 是的。 是。 这种文化, 这种教育是属于全人类的。 应该是这样。 我们少数民族, 淳朴当中, 所以更需要这份文化, 应该很好施展。 毕竟我们那个少数民族, 他的思想比较单纯。 有的时候啊, 没有接触过这些的机会。 对。 这两位老师也准备把这个论坛的光盘呢, 能够尽快的带回到啊, 贵州他们苗族啊, 自治乡, 自治村, 能够去啊, 报效他们的父母啊, 和家人。 我们也非常感恩他们, 也祝福他们。 谢谢。 谢谢大家。 好,那姐姐要请。 谢谢给这个, 你们给我们这个平台和机会。 今天我就借此机会。 好,好。 有一个心愿, 我的梦想就是, 把这个光盘, 回到我们的家乡, 让我们的政府, 相关部门, 去主动我们每一个公民来学习, 由每一个人都来学习。 我们的社会, 想不和喜, 想不幸福, 都不可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嗯, 跟你们同来的, 我听说, 从徐州还来了一个小伙子, 是吧? 是的, 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个事。 然后呢, 我们徐州的好多人, 都希望把这个论坛办到徐州。 我们有的人说, 资金问题。 有的说, 回家卖房子, 也要把这个论坛办起来。 回家卖房子, 也要把它办起来。 对, 还有胡老师, 还有就是我们这一位, 很年轻的女虎。 好, 好, 谢谢你们, 我采访他。 这个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呀, 他是从江苏徐州赶到河南的, 来听这个论坛的。 他很激动, 来给我们讲一讲啊, 打算, 对观众, 说什么感受? 我, 我反正第一次, 来到这个, 那么多人呢, 第一次, 来到, 那么多, 在, 那么多人面前。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听了论坛三天了。 听到论坛三天, 第一天, 我听到老师的汇报以后, 我有个感动, 有一个心愿, 有一个什么心愿? 有一个我本身, 愧对父母, 愧对家人, 愧对我的岳父岳母, 我, 我的老婆, 我的姐姐, 我以前, 从来没有, 就是父母, 没有, 没有就是个叫过, 就是发自内心的叫过, 爸爸, 妈妈, 我是一个, 嗯, 现在社会上, 一个一个地痞流氓吧以前。 啊, 这是在江苏, 徐州的, 已经, 已经结婚了是吧? 现在已经结婚了, 但是, 做爸爸了吗? 做爸爸了。 哦, 那么第一次听这个论坛呢, 你感觉怎么样呢? 我们讲父亲, 母亲跟孩子, 父子, 兄弟, 朋友, 啊, 君臣, 夫妇, 啊, 这五种关系啊? 啊, 反正嘛, 我现在, 嗯, 最深的感触就是我, 我想, 在, 这么多, 父母亲的面前吧, 父老乡亲, 父老乡亲面前, 我想, 给我的父母亲, 还有我岳父岳母, 姐姐, 老婆, 给他们, 拆毁, 向他们磕头, 这一处。 好, 我们大家见证一下, 好。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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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之后啊, 回去之后啊, 回去之后, 打算怎么样呢? 我, 有, 还有一个要求, 嗯, 我想, 把我刚才那一幕, 我要带回去, 我要带回, 给我的身边的朋友, 因为我是, 我们年轻人是一个爱慕虚荣的, 因为我想把他带过去, 照片, 还有, 还有照片, 我要挂在家里, 我要时刻的看着, 现在的我, 现在的我, 已经, 已经成人了, 给我自己的父母讲一下, 我现在已经是真正的男人了, 真正的人了, 我并, 我, 一定要, 孝心, 好好孝敬父母, 嗯, 我们, 我们把那个镜头可以推近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这身上有好多的这个纹身, 来转过来给我们看一下啊, 啊, 这个, 这可以看一下啊, 哎, 这有好多的纹身, 是吧, 好, 我们大家看到啊, 这个, 我们很感谢他, 为什么呢? 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是吧, 我们知道, 在亚洲有一个国家, 纹身是犯法的, 韩国, 韩国是不允许纹身的, 在, 这个纹身呢, 实际上是从啊, 日本传过来的, 在日本我们知道, 看过历史都知道, 纹身的人呢, 一般都是黑社会, 流氓组织的人, 所以在韩国绝对禁止, 在今天呢, 很多我们的同胞啊, 是非善恶美丑不分了, 哎, 就像这个观众一样, 他给自己纹身, 哎呀, 很后悔啊, 他跟同来的人讲很后悔, 他要上台, 给父母磕头认罪, 他要重新做人啊, 那, 这个我们非常的感谢他, 能够啊, 教育这么多的人, 那, 你想对这个, 纹身的这些年轻人呢, 打算纹身的这些年轻人, 啊, 有什么劝告啊, 嗯, 文身, 哎, 本身文身的时候说, 追求一种, 刺激, 追求一种, 让别人都, 害怕我, 现在, 后悔, 都来不及了, 其实让别人看到以后, 就是我没改过了, 别人看到以后, 还要留一个, 很不好的印象, 很不好的一个形象, 这个校经里边讲,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啊, 所以我们看一场论坛, 你看这些,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 那, 像这些观众啊, 再不好的人, 再不孝顺的人, 像他讲的, 从来啊, 没跟父母好好叫过爹妈的人, 他也能上台磕头认罪啊, 他要从今天起, 重新做人呢, 那, 我们祝福他, 也非常感谢他, 谢谢, 谢谢, 轻轻地捧着你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擦一哈,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在乎的 深深地凝望你一眼 不需要更多的预言 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同风雨 我们同追求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一样 无论你我可曾消息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愿你幸福的一样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愿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不风雨 我们不追求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一样 无论你我可曾消息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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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在眼前在 amo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